9月30日晚,总部位于福建泉州的华夏大学,灯火辉煌 一场由海内外师生主角策划的 新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游园活动与当晚举行 在游园会现场 马来西亚念四节令谷的古典震撼 身着华丽民族服饰的境外学生翩翩起舞 学校艺术团的同学们在现场快闪 演绎我爱你中国 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当晚,景万美食广场,学生社团文化一条街 文艺晚会等精彩环节轮番上演 学生们以其多元融合的方式 表达对新中国70周年华诞的美好主角 他搞得这么盛大的活动 也让我觉得比较有 就是更对祖国有归属感吧 就是大家都真的就会很高兴地对待这个日子 这是我最大的感触吧 我其实觉得今年的话呢 我们的游园会比以往几年的比较隆重一点 因为今年可能适逢国家70周年大庆吧 然后他们会有更多关于国庆方面的主题 比如说刚刚的表演 很多表演者上脸上都画着国旗啊 或者说手拿国旗 我觉得这样的气氛是很不一样的 作为每年游园活动的重头戏 今年的今万生美食节展区内 共有马来西亚、朝鲜、缅甸、泰国、老挝 以及港、澳、台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摊位 每个摊位都有各地学生精心布置 富有浓郁的文化特色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兴奋吧 就大家就全部同一个国家的人一起在努力做一个东西 然后就有那种家的感觉 就你如果在国外念书 你吃到自己家乡的食物 你会很感动 就很想家 华侨大学学生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国庆留言活动是一个促进交流的平台 要请海内外师生广泛参与 真正体现华侨大学议员主导 多元交融 合而不同的校园文化氛围 也让大家欢度国庆 开启愉快假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